好了 看到的是美国被说呢 在许多领域的确都被大陆赶过去了 所以冷战思维的围堵呢 恐怕没有多大的效果 我们来看到呢 全世界众所瞩目的 就是美中两大强 怎么样呢 关系很持续紧绷之际 现在呢 两国同步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呢 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在北京时间16号上午 举行的视讯通话 而且有几个细节要来强调一下 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是北京时间 也就是中原标准时间呢 16号的上午 美东时间是15号的晚上 代表呢 是美国急着 要跟习主席会晤吗 美国是没有底气吗 尤其自己通膨好严重 需要大陆帮忙 赶快降关税吧 但是呢 又担心 你表现得太想跟大陆谈 恐怕会成为美国国内 共和党的炮口 所以呢 白宫吉利打预防针吗 像是发言人莎琪 12号就说 两位领导人将要讨论 如何在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 处理彼此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还说 我不会抱持寻求特定成果的期待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 希望美国跟中国大陆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合作 有效管控分歧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 此次视频会晤 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 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 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 都有利的结果 根据双方商定 习近平主席将同拜登总统 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问题 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合作 有效管控分歧 妥储敏感问题 探讨新时期 中美作为世界大国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 好 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在贸易 人权 还有网络 还有军事 台湾问题上 都有一些很重大的分歧 说双方的关系 跌到建交以来的低点了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每一位的美国总统上任之后 都会跟大陆国家主席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 拜登延续这个惯例 但是从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开始 特别是两年前就跟大陆发起了贸易战之后 华府跟北京的双边关系可以说是全面恶化了 已经跌落到两国建交40年来的最新低点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 他特别说这次峰会不会导致美中关系重制 他用reset这个词 他说不会reset或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 因为两国正在进行结构性的竞争 他还说我认为最好的 还是对于这次峰会设定的值是比较低一点的期待值 或许两国的领导人能够怎么样 同意指示他们各自的文武官的幕僚机构 就一些比较紧迫的问题能够进行讨论 而且美国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昭老师 他有特别提出来说 他说在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当中 缺乏合作 缺乏共识 缺乏了信任等等的 这些问题都非常多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如果说好好坐下来谈 也许就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成果 尤其美国跟中国大陆在什么问题 其实有一些针锋相对 就是在台湾的问题了 我们来听听看包括了这些专家们怎么说 台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敏感核心 中美势必会在这场峰会当中正面对决 我觉得能够安排出来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光界面就不简单了 非常不简单 我觉得就大陆来讲的话 有几个问题绝对不会不谈的 就是说三个底线问题 那么底线问题里面台湾是一个非常 目前比较 我觉得是应该是关注度最高的 对中国大陆因为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面出招频繁 一直出了很多的招 那么所以美国不管在动作上在论述上 都让这个我想大陆觉得有很多是过去没有出现 那么其他的当然还有美国人关切的很多这些经济上 那么通膨还有这些贸易的 从拜登政府遗留下的一些作文 那么怎么样解套怎么样做出一个对美国现在经济处境 有所帮助的这些我想都会谈 我也觉得这个格莱伊他们的评估就是说不需要太过乐观 不过我觉得整个来讲的话大家可能看法就是说 未来不是说三到五年可能五到十年 那么美中的关系就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关系 那么是有联合有斗争 那问题就是他能不能一直维持斗而不破 那这个倒是大家比较比较关心的 那基本上定位大概就是破冰 那避免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 这个距离春暖花开还非常远 非常远 贸易方面 比如说互相减税 那中国再多少再买一点 可是也不会如大家所想的就是大幅降税 然后那个层面非常深广这样 我觉得也不至于 那个美国在俄罗斯的那个大使馆可以恢复使用 然后双方外交就开始重新恢复正常轨道这样 因为气候双方已经有联合宣言了 贸易就刚刚我讲的 所以稍微双方各自降税 然后中国多少买点东西这样 那核武跟网络安全 这个显然是美国要的议题 那这种议题就不会有结果 我的估计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放宽所谓签证 然后不只是学生的范围 还可以到政治人物 党员的范围 甚至包括领事馆的恢复 那我觉得成果就算大了 我觉得美国会定晚上 大概就想说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大的新闻需要去追踪 通常如果是早上 美国的时间早上 那一天这个电视新闻 方方面面的节目就会跟着做 那那一天就会把一个事件 扩大报道成十倍 我们台湾也是如此 所以就是基本上 他不预期这个有那么热 所以他是担心说 其实共和党也会骂他什么的 所以让他降低温一下 共和党是必然要骂的 尤其是他要妥协贸易战 这非常清楚 所以共和党是一定骂的 那隔天共和党还是会骂 可是就是媒体的跟进 包括网路电视方方面面 因为你知道共和党的人 第一时间就写网路了 那写完之后电视就要引述 甚至做专访 那就会扩大 那我觉得拜登可能想避免这个结果 所以就决定不要美国的白天 不让你那个共和党 可以见缝插针太多 造成那一天新闻的难以掌握 好 其实BBC中文网特别说 过去一周对于中美关系 可以说消息充满的矛盾 他比如说台积电不是有答复 美国有关于半导体供应力的信息 相关的请求书 唤起很多人都说 美国是不是要开始 打压大陆电子行业的讨论了 接着又看到的是 中美突然又针对气候议题 发表了联合宣言 这似乎都表示说 中美冰点的关系开始要融化了 其实来看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 讲座教授郑永年老师 他点出来一个很重要观点 就是说美国未来 对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 会进行精准封杀 低技术的产业则是会挂钩的 但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精准封杀 是否反而帮助大陆弯道超车呢 您觉得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 高科技精准封杀 会不会造成中国大陆弯道超车呢 来聊天室写下您的看法 记得多留言以及按赞 美国国伦比亚的大学 全球研究所的所长萨克斯 他特别点出来一个观点 他痛骂说美国现在很多的外交官员 你每次都会谈到什么 谈到香港 新疆 台湾 表明呢 你就怎么样呢 我就是要挑动你 中国大陆最敏感的神经 神经那就是被用来干预大陆内部的事物 分裂大陆的东西 他还特别说呢 美国最应该讨论的就是 如何去维持世界和平 以及解除核武裁队 但是呢 现在的状况 却是呢 均被竞赛的重现了 他还特别说呢 现在呢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大陆外交政策 毫无战略性的对话 只是呢 一连串的什么 一连串的辱骂而已 他还说呢 美国试图要围堵啊 或者是侮辱大陆 只是把两个强权呢 之间变为怎么样 很重要 复杂 而且很危险的关系 现在你用情绪性的字眼啊 把大家逼到了死角 他还说 中国大陆确实成为 美国的竞争对手没有错 但是呢 你硬要说成是敌人 就太危险了 会弄假成真 他说 美国呢 前几年前 就开始怎么样 追杀华为啦 不断的宣传华为的安全威胁啦 切断了对于中国大陆 先进半导体的供应链 但是他预测呢 美国啊 你这样围堵 围堵不了多久的 他说大陆在几年之内呢 就会生产出先进的半导体 美国反而呢 加速推动 大陆在这方面的进程 他就批评美国在玩一场必输的游戏 就很像当年在阿富汗一样 前立委郭震亮就说啊 历史啊 整体有很多很多事情 都是你美国一直围堵 反而让大陆能够突围 历史上已经好几次这种经验了 你比如说你那个太空战 也不让中国参加嘛 那中国后来就自己做到的太空战 那现在不是大概2023就要组起来了 对不对 那最明显是北斗卫星嘛 对 北斗卫星本来他要参加欧洲那一边嘛 结果美国也去阻止 那他大概后来大概花了大概八年的时间 也把他做起来了 因为他的市场够大 然后他自己有足够的资金 那基本上他迫切需要这个技术 那又具有国家安全上的意义 时间当然他要付出代价啦 比如说华为就不得不退出 高阶手机市场嘛 那就少了很多现金收益嘛 可是他也立刻发展成五大集团啊 要结合他的 五大群种啊 结合他的一带一路啊来发展 变成一个提出一个 全面解决方案的公司嘛 坦白说啦 只要有一定的奖励机制 那国家支持有资金 有人才 有足够的市场 早晚就会做出来 这个你看人类历史就是如此啦 你不要以为说你以一国之力啊 而且更何况你现在美国 已经封不住整个世界了嘛 那只是说因为半导体 现在才刚开始 所以你看不到 中国有立即的突破嘛 可是我认为再过几年啊 你就会看到 他在一些比较低阶的部分 他就开始自己制造了啦 那那个难道人家不会跟他买吗 说到了美国的围堵呢 但是呢 美国企业却是很抢赚人民币 比如说呢 来看到的是 由于市场需求很旺盛 以及呢 晶圆制成产能的持续缺景的状况 目前呢 全球主要的晶圆的制造厂商呢 都在积极扩大产能 近期来看到呢 业界传出来表示 英特尔呢 其实规划在大陆的四川成都的工厂 进行扩产 但是呢 最新的消息是呢 这个消息啊 以这个计划 已经遭到了美国拜登政府方面的反对了 而且呢 美国媒体报导呢 就引用一些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呢 英特尔 其实呢 他希望能够利用 在四川成都的封测工厂 进行扩产 而且呢 希望能够呢 让扩产的这个产线 能够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开始投产 要缓解就是晶片的短缺状况 此外呢 英特尔啊 在同一时间 也持续在寻求美国政府的帮助 为自己能够在美国半导体的研究 跟生产提供补贴 不过呢 该名人士就说啦 英特尔的这一项扩产计划 在最近几周提出来之后呢 就遭到了拜登政府强烈的反对 对此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健就说 美国泛化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 滥用国家利用力量 把科技啊 跟经贸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 意识形态 那针对呢 特定国家人为的设置 贸易 还有呢 投资壁垒 美国近期呢 其实又迫使了台积电啊 三星等企业 向美国提供 晶片等等的事情 还说他们是自愿的 这些行径呢 就是破坏了全球的市场 也害人害己 科技顾问呢 乌林祥也点出了关键 美国逼台积电交资料 可能未来 美国在未来哦 可能会施压台积电 说呢 禁止出货给大陆的关键机密 因为美国可以找理由 说你出货给大陆的某间公司 有国安疑虑 所以我替台积电担心 他提供这么多资料出来 美国当然可能会在 未来的某一天说 在哪一年的哪一批次的 哪一个量里面的 哪一种晶片 你是不是曾经卖给 某一个厂商 那我们现在查发觉 他跟中共解放军有联络 你自己写的 我认为美国其实就 真的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它的代工占全世界55% 加上联电 再加上台湾 还有这个世界仙境 跟这个利基电 台湾这个代工的部分 占65% 这个客户很多都是美国的厂商 所以美国的厂商 美国IC设计公司 它设计完之后做不出来 交给台湾的这个代工来制造 所以他当然优劣 台湾有地震 我们刚刚节目录一半 不就是地震嘛 又缺水 又台风 甚至还有所谓的地缘风险 万一被中国武统了怎么办 为什么ASML这个厂商 这个老板 这个Winnick Peter Winnick 他那么着急 因为现在我的了解 有很多同学在卖这些设备 他说10奈米 14奈米以下就不让我卖 所以我们明明有那么大市场 那么多钱我们赚不到 我们公司股价涨不上去 那Winnick就很担心 说我们三年五年不卖它 六年七年八年 它自己做出来以后 中国大陆做什么都比较便宜 那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 他是非常担心 如果我们都能够卖给它 它就不用自己发展 我们能赚到钱 你也不用担心 它技术变很强 你真的不要低估它会做出什么手段 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物顾问提到 你交给他的资料就有一些风险 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我跟你讲 他甚至以后可能还找到一些 其他的资料 然后跟你讲说你怎么漏报 我跟你讲那个交上去 那个都是有法律上的 法律上的效果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以后要怎么整理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圈 有很多人是心存忧虑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会跟台海的危机 会直接扣在一起 更何况台湾还有缺便的问题 那二奈米三奈米是高耗能的 高耗能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里面有很多变数 因为三星的外资股都没有那么高 而且三星占比也没那么高 坦白说 因为我看你说美国是针对台积电 跟三星 我看不是就针对台积电 我跟你讲 因为事实上台积电就 一加就已经过半了 那三星才16% 对不对 他目标就是台积电 那他真的就是真正的国安构想 就是希望把台积电变成美国公司 美国想跟大陆谈 风向从对抗转向的合作 日本早就秀出风向变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更被分析 想要美中都要讨好吗 但其实已经跟之前 一味靠向美国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来看到上周成立的新内阁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岸田在任命外务大臣 以及防卫大臣的时候 其实选择了两位 对中国大陆态度不一样的人选 显示出任新任的日本首相 重视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 保持平衡的外交立场 岸田任命的外务大臣 林方正就被外界视为是亲中派 但林方正自己解释 他的态度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要知中而不是魅中 至于防卫向岸信夫 则被解读是亲台派 共同社的报道认为 岸田任内对于 这个所谓的对中态度 不同的两个人 就是为了塑造 他要重视平衡的形象 好应对目前美中紧张的关系 俄土 人员去 不是